嗨,大家好,我是小美丽,今天跟大家讲一个为女友复仇给自己装上智能芯片的故事。 在不久的将来,信息技术操控着我们的生活,而男主小格与众不同,痴迷DIY的她是一个汽车修理工,还有一个高学历的女友莎莎。 相爱多年,两个人的感情十分要好,这天小格带着女友去拜访自己的好友科学家艾伦,看着艾伦熟练的谈棉花技术,莎莎表达了自己钦佩, 背受鼓舞的艾伦迫不及待地跟小格展示了自己的新发明,一个人工智能芯片,这芯片无所不能,完全可以称之为最强大脑。 小格却并不喜欢这个东西,他只能看到这芯片可能会取代部分工作者,让十多个人失业。 回去的路上,小格有些惶恐,当未来这种芯片占领地球,自己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,莎莎贴心地用身体安抚了小格。 安抚的过程中,小格发现自动行驶的汽车偏离了航线,带着两个人开进了暴徒聚集的皮银窟。 紧接着,汽车不受控制地发生了车祸,暴徒把小格和莎莎拉出车子,心里扭曲的暴徒觉得莎莎看着自己的眼神十分恶心, 二话不说,就开枪送他领了便当,之后又给小格脑袋拿了一枪。 等警察赶来的时候,莎莎已经去世了,小格虽说捡回一条命,但是下身严重瘫痪了, 也就是说,脖子以下都不能动了,出院后爸爸妈妈贴心地给他准备了好多智能机械手臂,奶昔都能分分钟做给你喝。 可这并不能带给小格快乐,连口水都没办法自己掌握的他,严重的生活不能自理。 小格不得不麻烦一把年纪的妈妈照顾他,来到警局发现杀死自己女友的凶手还没找到, 悲痛的小格仍意识越想越气,退步越想越亏,流下了难过的口水。 好友艾伦来探望他,却说可以通过芯片改变这一切,他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。 虽然小格嘴上说着不要,身体却诚实地来到了艾伦家,被植入芯片的小格重新站了起来。 芯片像是毒液一样,可以跟小格沟通,而且只有小格能听到这些话,甚至在得到允许的时候,还可以操控他的身体。 这样看来,有必要给芯片起个名字了,就叫Siri吧。 小格急切地和Siri重新分析被害当时的影像,很快就有了重大发现。 小格被他操控着像打印机一样,画出了一个暴徒身上的纹身,Siri就像看了挂一样,能读取暴徒身上的纹身是一个部队的纹身,甚至通过这个纹身,能读取到名字血型夹注在哪。 因为安装芯片的时候答应过艾伦不能跟任何人说起这个芯片的事情,所以Siri带给他的指人式答案,不能作为证据。 解题过程还要靠小格自己想办法,小格来到了那个暴徒的家,还没等搜集到证据,暴徒就返回家中了,虽然开始被打了两下,但是没关系。 当小格把身体使用权交给Siri,就好像是吃饭要用刀叉一样简单的就了结了他,第一次杀人的小格有了孕吐反应,清理掉自己的所有作案痕迹,就立刻离开了这里。 艾伦找来了小格,告知自己一直在监视Siri,让他不要找麻烦,如果这件事被政府发现,一定会剔除Siri,小格就会回归自己的轮椅生活。 果然刚回到家,惊叹很快找上门了,但是因为有很确切的不在场证明,以及已经不具备作案的能力,警察没有什么证据,只能离开。 这次让小格知道了自己真的不能再杀人了,他询问Siri该怎么办,Siri提到了他们的下一个合理调查地点,在一个酒吧,但是如果小格追去那边,艾伦有可能会远程关掉Siri。 小格来到酒吧,用暴徒的死挑衅了其他人,然后搬出Siri,打死了这一伙人,只留下了一个黑人,他想要获取线索,黑人当然不会配合他,于是Siri用刀片在他的脸蛋子上刮了个纱。 黑人在生命的最后,跟他说明自己只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,要我杀你老婆的是一个叫阿脸的人。 还没了解更多信息,Siri就友情提示,艾伦即将眼尘关掉他,他即将变成一个瘫痪的废人,他必须在完全关闭Siri前, 想办法黑进艾伦的电脑,他在Siri的指引下来到了一栋荒楼,系统关闭前的最后一刻,小格用金钱打动了一个黑客,可重启系统需要一段时间。 这时,另一边的黑人的组织,在黑人瞳孔里,残存的影像得知了小格的位置,现在已经杀到了门外,在最后紧要关头,Siri的系统重启成功,他帮助小格迅速逃走,回到家后他的身体出现了异样,Siri不需要获得小格的允许就可以使用身体。 为了防止阿脸先找到他杀死他,他们决定主动出击,和找到阿脸后,小格发现自己根本打不过,哪怕加一个Siri,阿脸身体里的芯片似乎更为高级。 沾沾似习的阿脸告诉他,其实那场车祸就是为了让他挤随受伤,从而带上这个芯片,老婆的死只是意外,附属品。 愤怒的小格打也打不过,突然打起了感情牌,羞辱了阿脸的哥哥,那个被刮杀的黑人。 在阿脸被愤怒击婚头脑的时候,给他致命一击,绝望的小格来到艾伦这里,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,难道真的只是为了让他带上芯片吗? 艾伦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,这家公司已经不是自己运营了,这一切都是Siri控制的。 开始他制造了Siri,但是后来渐渐失控,Siri开始反控制,包括他选择了小格操控了这一切,都是人工智能为了拿到人的身体完成升级,Siri控制着小格杀了艾伦。 当这一切失控的时候,小格试图想要挽回,却发生了意识崩溃,进入了一个自我的意识里,在那里女友还活着,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,而Siri接管了小格,接管了这个世界。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,影片中有这样的一个情节,小格问黑客,为什么会有人选择生活在虚拟的世界里? 黑客回答说,在虚拟世界要比在现实中所承受的痛苦少得多,我想在小格意识崩溃的那一刻,应该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真气的感同身受了。